大牛 亲的见吗 啊 能听他说哈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就是你在国外生活得久吗 还行 15年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外国有没有像我们 这边这种人就是比较 比较崇拜其他国家嘛 像是女士又对自 你说美国嘛对美国他们自己人 像我们这边 你稍微大了 没听说啥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那边有没有像我们这边这种 从阳媚外的人嘛 相当于就是 从阳媚外的 就像美国那边有没有他们贬低自己啊 喜欢外面的人 但很少 比例比我们少多了 有确实有 但很少 那种特别崇拜的 特别喜欢的 而且也真能过来给你干点事的 基本上我们会给他们发高 叫外国人永居 能拿着的了了无几 没几个人 真的特别喜欢 又能干点事的 这种还是跟那种文化输出有关系啊 有关系 有关系 但最近几年实话说好多了 电影业也好啊 商业产品工业产品 文化呀 事件呢 那这两年好多了 这两年比起2000年左右的时候好太多了 有有中锤 有中锤 美国正是八九个中锤 然后呢 那这样还好 嗯 那这样 那我现在要说个问题要打下你的脸 嗯打吧你说吧 就是 比较大众的嘛 说个比较大众的 电影方面的 我觉得 比不过小日子啊 你说那本 你是不是说那种成本不高 个一个屋里就演的那种电影啊 对 我实话是说 你对国产一无所知 多了不能说未归 去搜一下王者荣耀系列 我个人认为王朝君那集最好看 交产那集也不错 国产高端系列你还是没看过 你全看个免费 这你纯扯 国产还是 还是有 还是有市场